大家好我是心情大爸这一期的日本餐店试一下这一家我是第一次来点的章鱼烧和大板烧 然后这些像是木穴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那个削薄的鱼 然后试一下 酱料很浓厚很香 咸香咸香的 然后看一下这一遍 软软糯糯 然后还有一大块章鱼 哇 真材实料 这六个是350日元 要比Gintako他们家卖的便宜一点 这个呢是Okonomiyaki 有中文把它翻译成大板烧 那我今天我吃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大板风格的Okonomiyaki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主要是面 就是面粉做的 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的Okonomiyaki是广东风的 它里面有很多大头菜 然后加的是面条 那个比较好吃 当然这个大板风 当然这个大板风的Okonomiyaki里面呢 也加了很多蔬菜 然后这个里面还加了鸡蛋 鸡蛋的清香的味道 然后还有肉片 试一下 吃了它家的大板风的大板烧 我对这个大板的大板烧有了改观 还好吃 这个酱很浓厚 然后这些蔬菜还有别的肉片 各种味道层次丰富 然后也比较鲜明 我特别推荐 鸡蛋鸡蛋